第六屆亚洲儿童合唱大会 今天晚上举行揭幕典礼 由会长张宝树宣布大会开始 并且由民运会长和应亲致海姆词 严谱总统也应邀在会中致词 他希望合唱大会的小朋友们 以纯洁的歌声为媒介 团结在一起互勉互利 建设一个充满自由和平与正义的新亚洲 韩国合唱团的小朋友 接着向严副总统呈建大会的会徽 接着各国小朋友联合演唱了一首《哈雷路亚》 由韩国金永贤指挥 下面是他们合唱的部分实况 《哈雷路亚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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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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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